请看 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的 喜欢妈妈 妈妈天天个家陪着我 我觉得两个都好 但是爸爸更好 其实爸爸带我们出去玩 给我们买挑战的衣服 还有吃的 他现在不知道 从哪儿学了那些坏毛病 我现在说的啥他都不听 我不能让他再把孩子给我宠坏了 我坚决不能和他过下去了 父亲对孩子好是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妻子却在这个地方 非常不满意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孙先生 38岁来自黑龙江 运输职业 女嘉宾张女士 37岁同样来自黑龙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对孩子好没错 干嘛说人家惯孩子呀 还因为这个不过日子了呢 他就是什么事都是太宠着孩子了吗 孩子每次要求什么他都满足 好爹 俩闺女对吧 对 特喜欢吧 疼老大还是疼老二 两个都疼 两个都疼 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起冲突了 我相信如果仅仅是宠溺孩子 还不至于到说要离婚 日子不过了 究竟是因为什么呀 本来我们在老家日子过得挺好的嘛 为了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 然后我们就从老家搬进了县城 自从进了县城以后 他就变了嘛 就是整天出去喝酒 然后那个跟朋友在外面应酬 我家里什么事他都不管 家里的事我怎么没管呢 吃的喝的哪个不是我去挣的 那你家里有事你也得管呢 你也不能整天在外面喝酒了 那我出去喝酒怎么了 我出去喝酒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了你和孩子吗 孩子小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出去买衣服 我让你去我买衣服 从你给我买的东西根本就不实用 然后买什么长裙子 高红鞋 你说孩子小我在家带孩子 我怎么穿啊 那我觉得挺好啊 大街上很多女人都在穿这种鞋 那我和别人能一样吗 那你说我们家还是小 别的女人也许是孩子大了 或者是没有孩子 我根本跟别人比不了 我在家带孩子 他我买那个高红鞋 然后比那个小手指还细 你说非得出门让我穿 你说我抱着孩子我怎么穿呢 那现在咱们在城里住 也不是在屯屯那下 也不用干动活 那你说穿的时尚点不好吗 有一次我们出去玩 然后那个他非得逼着我 让我穿那个 他跟我买那高红鞋嘛 然后我抱着孩子 你说我下楼梯脚一滑 踩骷髅了 我围着护着孩子 我只能手里紧紧抱着孩子 然后我还没有手 去扶那个楼梯 我就直接出溜下去了 那当时我不也去扶你去了吗 那没扶住吗 你是扶我了 但是你把孩子接过去 你给我扶起来还让我走 我都钻上那样 我怎么走啊 那外面不是朋友等着吗 你说着急等着 人家在那边等着你着急的 摔坏了 肯定是摔坏了 然后直接给我送去医院了 一排片 我的小腿都已经摔裂了 我在家住住养了两个多月 腿都打石膏 都动不了了 这个期间他还出去喝酒 孩子也不管 哪有这样呢 出去不就偶尔出去 那么一两次吗 也没私营总出去 那你说 我腿都摔坏了 在家养伤 我都没法给孩子做饭 他也不管 我只能一拳一拐的 就给孩子做饭 你说有这样当父亲的吗 有这样做丈夫的吗 那你说你在床上一躺 就两个多月 我能成天在家陪你吗 我不得出去挣钱吗 我不挣钱 家里生活开销 谁来管呢 你说原本我们在老家 日子过得挺好的 每次他赚过钱都交给我 但是现在呢 最近这一年来的 他哪交给我多少钱呢 我就问他 我说你钱都哪去了 然后他就说 我都请朋友吃饭了 我一听就来气了 我把他兜里的所有的钱和卡 我都给他没收了 我不就为了不让他出去喝酒吗 他就每个月就给我二百块钱 你说二百块钱够干啥的 我还不够跟朋友出去 洗个澡吃个饭的呢 那我为啥给你二百块钱 我不就是不想让你出去吗 跟他们成天在一起吗 那现在怎么跟朋友吃饭啊 后期我办了个透支卡 也有账 你说哪有他这样似的 还办透支卡 然后那个天天出去吃饭 我就问他 我说你天天出去吃饭 都是谁请客呀 都是朋友请我 你说我就纳了闷的 哪有那么多的好朋友 成天请你吃饭呢 然后就有一次他晚上回来 然后洗澡嘛 我就在他兜里翻了两张透支卡 我一看就来气了 我把钱给你管过来 我就是不想让你出去跟他们吃饭 然后你还背着我 办了两张透支卡 我办两张透支卡 那不也是没办法 不你逼出来的吗 你把我兜里的钱 把我那个顶养卡都拿走了 那我出去应酬我拿搁什么买单呢 我是不是没办法 我才办了两张透支卡 这个你们说的透支卡 是不是就信用卡 对 就是信用卡吧 每个月他该用多少啊 几千块钱吧 管不住啊 对啊 这样都管不住他 背着我 然后在外面半夜 也得跟朋友在一起喝 喝到三更半夜才回家 有一次喝的都不行了 他朋友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你就哪有这样的呀